欢迎收看传媒对焦 尼泊尔大地震死伤惨重 本国政府和慈善团体都立刻施以援手 但远水是否可以救近火呢 等会我们会有嘉宾和我们探讨 韩国古代医学典籍冬医保鑑 和中国的本草干木齐鸣 众医和寒医同样重视妇女生育问题 那两者对于苦科的护理有什么相同 又有什么区别呢 寒医学又称作朝鲜传统医学 在古代称为东医或汉方医学 主要在传统中医基础上发展而成 在古代的朝鲜半岛出现过一代名医 许晋 而由他领导编著的东医保鑑 更加成为朝鲜历代奉为经典的全世巨著 这 book is just a treasure house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in it and you could spend your whole life studying this book it has over 2,000 syndromes in it it has over 1400 different medical substances and it has over 4,000 different prescriptions so it's a very wide-ranging book that has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in it an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in Korea today who are practicing a东医保鑑 style of medicine 许晋生于朝鲜王朝 父亲是官员 但由于他母亲是战民出身 根据王朝的从武法 许晋也继承了母亲的战民身份 不能参加科举 只可以学习技术类的杂科 后来考入了内医院 凭征占医術 在王室诊疗方面立功 尽名为国医 有韩国医性的美语 他一生写成多本医学著作 包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东医保鑑 医学法所采访的规则 是有些相对强 一方面 医学知识也很重要 而成为医学 是以下层的级纳 所以学자가做手 医学者是以医学者 汉管文化大多数向中国学习和借鉴 医術也不例外 与许晋同时期的中国名朝 有位李時珍亦是一代名醫 李時珍是明朝以至中國歷史上著名的醫學家 藥學家和博物學家 他晚年著作的本草綱目 被稱為天下第一藥典 他一共有50餘卷 50餘卷收藏藥物有1892種 其中他用後期增加了 有三百多種用李時珍去自身身體 去試驗藥物 而將心得寫出來 這個當然我們現在不能夠效仿 但處於當時的環境 沒有那麼多先進設備 李時珍是很偉大的 其中書裡面搜集的方劑 達到11,096個方劑 這個量是相當大的 而裡面藥物的插圖有1,109幅 所以對我們後人的借鑑是非常好 本草綱目以藥物天然來源和屬性為綱 分為16部再細分60類目 不但考證了明代以前本草中的藥肝錯誤 還在述了大量醫學資料 以及大量腐方、驗方和自然病案等等 早在幾個世紀前 已經被譯成多種文字 好像本草綱目說到的植物 起到腐女方面的子血、活血 就好像田七 就是我們叫三七 這種植物 是一種植物的頭 它就可以起了一種田 三七起了活血和子血的功能 而在這個動物中 它就好像蛤膠 我們說的蛤膠煲粥 可以起一個子血 這種蛤膠其實是一個動物 那種皮通過和中藥的製作之後 就變成了一種蛤膠 這個對腐科以前慈禧 就經常天天就要吃它 它對養癌和子血、補血 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而許晉編鑄東醫保鑑 時間上比本草綱目遲了三十多年 但是它的份量和全世界價值 亦足以互相比擬 動物保鑑內容 以朝鮮出產的藥材為主 所以在朝鮮 這部典籍比中國的本草綱目更加適合 促進了朝鮮漢方醫術方面的發展 到了現代已經被翻譯成多國文字 在2013年 我所說的 是這個400年代的動物保鑑 所以他們有很多記憶的活動 在韓國中 有一些是在東醫保鑑 他們真的想要 推動了興趣 東醫保鑑是 李氏朝鮮王朝的醫學著作 是由許晉為首 聯同多名御醫用了14年 而鑄成 在1613年正式由國王頒布並刊印 為他叫冬醫 有兩原因 One一是 韓國是在東醫 是在東醫 所以在一樓價 是這樣的西藥品 然後他說 東醫 they have northern medicine, they have Bei Yi, and the doctor who founded that is Li Gao, so it's a very famous doctor. And they also have a Nan Yi, a southern medicine, and that most famous doctor is Zhu Zhan Hong. And now I'm going to make an eastern medicine. So he really wanted to affirm that he has mastered all the Chinese theories, and he's creating his own medicine. And this is now a Korean-style medicine. In 2009, 7月,東伊保鑑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紀錄遺產之中. Fortunately, the東伊保鑑 is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so I can read it. And one of my friends was helping to organize this conference, and she said to me,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the sections on women's diseases and tell us what you think. So I looked at it, and it was very, very fascinating to me, because there are some very import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text and Zhu Zhan's work. 東伊保鑑是仿效當時中國的本草體例,只是名稱會標注朝鮮慣容的名稱, 而所記載的藥性全部依照中醫的觀點而編寫。 作者在引用資料時都有加以解釋,並且標明出處, 令到東伊保鑑更具印證和參考的價值。 吳一立在美國出生和受教育,專攻婦女病理問題,現居美國, 同時是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東亞藥物學理及傳統的研究員。 由於她之前曾經著書編寫關於清代婦女病理,醫藥及生育問題, 所以對東伊保鑑馬上產生濃厚的興趣, 較早前並且舉行了有關講座。 主要是讓人們看看他如何把這些不同的想法放在一起。 所以我會做一些文章的調查, 顯示他如何改變不同的文章, 或是由中國文章分析不同的文章。 但在醫療的想法, 我會看他的問題是關於療程, 在封建社會, 人們在普通的生活生活中不太討論, 但醫療的記者是非常重要的。 同時和普通的腦袋, 吳臟六腹, 習俊加了胞, 他加了胸部, 他加了胸部, 在胸部中, 他會講到療程。 在封建社會, 男女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紅溝, 古代醫書記載, 靈醫十男, 莫醫一女。 可見苦科, 在當時, 無論在科技甚至社會規範, 都是一大難題。 特別講到李時珍, 在人血章節, 在五十多卷, 就講到有關人血。 人血, 講到死於皮, 藏於肝, 施暴雨, 在神裡面。 即是說, 我們的女子裡面, 二七天攜智, 七七天攜亭。 當然有些例外, 但通常就是這樣。 每月為一次, 基本上叫做為正常。 苦科的經血裡面, 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譬如說, 近期, 很多提到有子宮瘤。 子宮瘤, 基本上有八百之八十的婦女, 都會有存在這個情況。 還有這個, 有這個licking, 即是經血不止, 嚴重會影響到生命, 因為大量的出血, 要及時輸血。 而少許滴流, 就會導致人很潮緒, 氣息、氣弱, 和精神集中, 和會導致很多交通事故, 和影響你的人的寿命, 各方面的事情。 但原來中國古代醫學, 還是比寒醫開明一些。 例如處理苦科的編著方面, 許俊可能出於社會規限, 也可能是他習大成之後, 有獨度的心得。 他明顯是特別做了迂迴曲折的安排。 現在, 當我開始讀了 這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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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在這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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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 冬衣報鑑傳書25卷分為內景篇 即是內科4篇 外形篇即是外科4篇 雜病篇11篇 湯液篇即是藥學3篇 還有針灸篇1篇等等五大部分 每篇有分子目共計104項 第一四卷是內景 第二四卷是外形 然後有一個大部分的砸病 這個詞叫做砸病 這個詞叫做砸 好像是正常的或是正常的 但其實我認為這些疾病是 這些疾病我們不能連接到某個部份 所以女性的病例是小孩 而不是某個部份的病例 或者某個部份的病例 所以這回到砸病 如果有病例可以讓你提供出的 病例可以提供出的 病例也可以提供出的 病例可以提供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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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事我想知道 我沒有答應 是為何他做的 我認為他做的 有關於社交平例的 社交平例的 對於外科4篇 一件事我問是 他們是直接處理女性 東醫保鑑全部以看自寫成 主要插錄中國古代醫書 包括《傷寒論》等過百種 書中有五臟六虎圖 具體描述 具細無謂 無微不至 但為何要對虎科 採用非一般的迂迴技術 而沒有乾脆忽視虎科的存在呢? 因為即使生育不是疾病 但是生育的過程長 風險高 在科技不普及的年代 更加是性命有關 而且當時的人相信 生育過程好和壞 足以影響子女 甚至父母一生幸福 所謂一人得道 雞犬勝天 因此在重男輕女的古代封建社會 虎科和生育這些難目 雖然未能夠堂而皇之 登上五臟六虎之手 但是當時的人所以追求健康 說到底其實也是和繼後香燈 亡子成龍的渴求有關 於是 引玉帶來生命的重要性 令到婦女若隱若現 存在著重要地位 甚至今 現時的現代醫師 都不明白為何女人損失 他們不明白為何人們不可以生育 我們有技術 可以幫助我們圍繞 但我們仍然不明白為何 東醫保鑑強調實用性 所提到的藥材 都不是罕見難找 而是容易取得的藥材 同時承襲中醫的長處 非常關注條理養生概念 包括藥用飲食等等 以防患於未然 當他有痛症的時候 會影響他人的情緒焦慮 人的情緒焦慮 也會導致他的月經不正常 也會導致他的內分泌失調 如果月經不調的話 你經常可以煮一些田漆 蓮藕、紅豆、光耀柱、龍眼肉 這些都是一個很普通的方法 譬如說有經血不止 你可以用餓膠、煮粥、糙米粥 也是可以有一個適當的換解的 包括你在懷人的時候 有胎、滴、流血都可以有一個小小的幫助 當然我們要視乎找專業人士 去做一個綜合的條例 是肯定很好 生育是生命之源 而養生是生命之本 本草綱目改進了中醫傳統的分類方法 格式比較統一 最述也比較科學和精密 而東醫保鑑取中醫所長 在朝鮮的漢方醫書之中自成一格 對指導臨床和文獻研究方面 都頗具參考價值 這兩本東亞巨著幾百年來 互相揮映 堪稱傳統醫藥界的貴寶